哈喽我是我们的小薰兄弟 我们今天来测试IPS Black增强性的全球首款机型戴尔U2725QE 它将典型之1000比1的IPS面板提升到了3000比1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表现 现在看包装 是黑色彩皮设计 上面有机器的渲染图 打开包装 配件包含了一条电源线 一条DP线 一条雷电视线 一条Typec转USB输进线 和一份说明书 接着我们来把它安装起来 底座领上面工具安装的螺丝 这家在卡顶面板本体 就说安装成功了 整体的安装便利性是不错的 我们来看外观 非常漂亮的四边微边框设计 这让我想起了传起来LGD28面板 虽然28在上左右三边特别它更窄 但这块增强的IPS Black 肉眼观测更接近四边等边 简直是强迫症的福音 再往下是底座 四边扇形设计 不占桌面的空间好评 背面整体采用了溜背设计 顶部配有光线传感器 支持亮度和色温自动调节 在背面正上方位置应有戴尔的logo 左下角为电源键和五项摇杆按键 整机采用了银色喷漆 喷涂工艺非常出色 质感也很棒 是行业T0级别 接口方面非常夸张 它配备了一个HDMI接口 一个DP输入 一个DP输出 一个15W雷电下行 一个140W的雷电上行 一个USB C型上行 四个USB下行 一个3.5毫米的音频输出 和一个椅台网口 但这还没完 在机器的底部 还设计有一个弹触式的模块 上面集成了两个USB C口下行 和一个A口下行 如此丰富的接口 为均省下一个千元的 戴尔雷电拓展坞 爆炸毫不过分 支架功能性方面 它支持身价 抚养水平和左右各九速度的 垂直旋转 整体的调试主力感不错 但不得不说 随着市场竞争加剧 出于成本的考虑 大厂也要缩减BOM 对比支架上一代产品 U2725QE的支架 明显要更晃 略显遗憾 接着我们来亮机 一起来看一下这块 增强型的IPS Black面板表现如何 首次开机 屏幕会出现戴尔的logo 接着就进入了显示的画面 亮机之后的第一主要感受 画面非常通透 没有明显的游厉感 色彩艳丽 但不会出现过饱和 实际测试 SGP容积达到了134% 相比上一代IPS Black 新一代增强型 刷新率从60提升到了120Hz 使其具备了微游戏的属性 这点我们在后面为大家验证 像素方面为RGB垂直调状排列 指像素形态为榆状 PBI达到了163 实际的字体显示清晰细理 没有毛刺和彩边的现象 二次菜单方面 操作的方式为五项摇杆按键 整体操作逻辑清晰 功能也齐全 教授报告被写进了菜单中 如图测试SGP BT709 DisplayP3和DisiP3 在外观环节 我们说到它支持光线传感器 菜单中提供了自动亮度和色温选项 亮度增加地减比较线性 没有明显的阶梯和跳变感 接着我们来对它进行数据实测 实际是白平衡和色温 出场默认为6183K DUV为0.0059 SGP BT709和DisplayP3基本相同 色温6300K DUV为0.0057和58 DisiP3色温为6124K DUV偏离达到了0.0159 白点为标准P3坐标 色域空间方面 菜单中提供了SGP BT709 DisiP3和DisplayP3缩线 实际测试 数据如下 SGP和BT709都为98%的覆盖率 平均色差0.6 最大色差SGP为2.01 BT709 1.92 两个P3模式覆盖率相同 96.8% 色准方面P3略大一些 为1.9% 整体从实际测试来看 色域色准 戴尔U2725QE都表现得非常出色 SG亮度方面 出场默认为160L 手动调节到最高为402L 近台对比度为2541比1 到这里是不是以为 戴尔虚假宣传 官方标注为3000比1的对比度 什么实际只有2500比1 答案是 因为戴尔的出场对比度设置为75% 当中调节到100 是可以测出标升3000比1的对比度数据 但这还没完 还反转 将对比度设置拉满后 白场会出现失真 例如一个设表界面 浏览网页 系统设置等等 我们简单放一些画面来对比一下 只要是白色的画面都会异常惨白 主要是强行提亮来增加对比度 再来看SGDA 戴尔配备了8分区控光 莫扫描性的测试 没有明显的光柱现象 实际测试 最高量的为601L 动态对比度为186069比1 中期盘网格测试它的静态对比度 2363比1 表现优秀 亮度和湿度均匀度方面 从成像仪分析 在纯摆的画面下生成3D ISO图像 中间紫色区域 亮度为400L以上 蓝色区域在350L到400L之间 左下角绿色区域为300L左右 国标25公格是它的均匀度数据 我们手中这台机器 最大差值达到了25% 作为一台设计显示 保持在15%左右是可以接受的 25%则是较差的表现了 因为亮度均匀度的差值较大 我们也测试一组屏幕下 最差的摄准表现 以DCIP3为例 测试区域为屏幕左下角 此时的平均摄准上升到了1.43 最大摄差来到了4.69 正温均匀度方面 全屏身分在6210K到7086K之间波动 蓝色区域在6500K左右 正温差值主要出现在边缘区域 整体表现还是不错的 相关到全屏黑场 漏光主要出现在屏幕的右侧 实际测试 最高漏光峰值为0.45L 整体的控制还是很不错的 可视角度方面 通过四角呈向仪生成雷达图 红色区域最佳可视角度达到了20度左右 在IPS表现中 属于中等的 平均测试方面 我们测试它各亮度下的波形 SDR为DC调光 开启SDR之后为高频的PWM调光 平均频率为2万Hz 同时我们测试它各白点亮度下的SVM值 手动最低亮度为30L 此时SVM值最高为0.015 远小于1 属于CIE不可见的范围 白点光谱方面 通过一切设设 蓝光波峰在455纳米 高能短波蓝光占比7.25% 属于硬件低蓝光的水平 接着我们来看它各接口的带宽 设身和兼容性的表现 它的DP接口是1.4的规格 HTML接口为满数48G带宽 连接PC分别可以制造4K120Hz 10bit和12bit 主机端支持4K48-120Hz 支持SDR技术 但不支持自动低延迟 从雷电4连接Mac 可以制造4K48-120Hz的可变刷新率 支持High DPI和SDR技术 同时它的雷电4最高支持140W供电 输入延迟方面 4K120Hz的信号下 输入延迟为17.83毫秒 SDR性能方面 U2725QE通过了Visa Disrupt HD600认证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UTF曲线方面 SDR600和桌面模式 采取了5灰接以下的内容 5-60的灰接 提合标准的PQ 60灰接以上 做大幅度的压缩处理 以运和游戏模式 0-30灰接做体量 30-60的提合标准PQ 60以上做滚降处理 SDR实景方面 我们使用松下的UB9000加 完美星球蓝光盘景测试 在显示有太阳的实景下 它的太阳轮廓非常清晰 通过成像色度计生成尾色图 SDR电影模式亮度最高 为472尼特 游戏和SDR600模式 都在450尼特左右 桌面模式在最低 为419尼特 在岩浆等流动的画面中 没有出现偏射现象 岩石的纹理清晰可见 暗部没有明显的细节丢失 在天空等渐变场景下 也没有出现色彩断层现象 SDR游戏方面 高光表现出色 没有过曝的现象 值得一提的是 黑场表现 U2725QE配备的八分区控制 调校可以说非常出色 在大面积的黑场画面下 分区的光柱接近五感 只有极少数的部分场景 可以看到 这才是IPS测试分区优秀的水平 给大家对比一下 我们之前测试的XG27UCG 直冲天灵盖的分区控制 可以说是碾压 2500比1的对比度黑场 更加纯粹 其他色彩方面 也没有出现明显的偏射 加上接近四边等边的微边框 观赏性直接拉满 整体戴尔U2725QE 在SDR600级别中 绝对处持第一梯队的水平 以游戏进气田方面 戴尔U2725QE 原生支持120Hz的刷新率 在实际测试中 120Hz的状态下 没有出现跳针的现象 灰阶响应方面 菜单中提供了标准和快速 两个档位选择 实际测试 普通档位11.86毫秒 平均过冲0.1% 最大过冲2.46% 这个档位没有鬼影 快速模式8.19毫秒 平均过冲4.13% 最大过冲来到29.1% 有较为明显的鬼影现象 不过我们仍然推荐 有鬼影的快速档位为最佳可用 因为它的拖影现象 已经覆盖了鬼影 在实际的使用中 不同用户很难感受到鬼影的存在 运动显示方面 在最高的刷新率下 BT为11.14毫秒 实际在UFO运动轻度的测量中 飞跌后方的拖位非常明显 本体的轻度表现也很一般 有明显的模糊感 作为设计显示器来说 只要有高刷即可 对于响应 不需要有太苛刻的要求 接着我们来拆机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戴尔U2725QE的内部结构 以及它的数据天地板的表现 拆开背包 我们可以看到金属屏蔽罩 右下角则是弹出式的接口仓 拆开金屏屏蔽罩 我们可以看到驱动板 主控ICS连发科的MT9801 旁边则是板载拓展屋 由我们之前测试的联想P27PJ30 是同一种做法 同时两者都可以支持到140W的C口供电 主要芯片为瑞士科技的FL5801 USB接口上方 还有三颗微星半途里的7206芯片 用于控制一个C口上行 和四个USB下行 音频接口则由瑞宇的ALC5616提供支持 瑞宇的RTL8156 负责显示着2.5G网口传输 顶部含两颗O2Micro控光芯片 单颗控制四分区 实现高频PWM调光 就我们来看面板 相为LM270WRA-SSA1 从保密的官方规格书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参数信息 2清寸4K120Hz 99%的DCIP3 8-10的射声14毫秒的响应 硬件地南光被光 对比度最小值为2400比1 点心值为3000比1 同时面板支持SDL最高亮度 可以达到750L 戴尔12725QE还是相对保守的 接着我们来看它实测数据方面的表现 我们先从色域开始来看起 通过精准的三色坐标计算 它达到了134%的SRGB容积 色域天天堂榜排名第93名 SDL亮度方面最高为402L 亮度天天堂榜排名第103名 SDL亮度最高为601L SDL亮度天地榜排名第90名 静态对比度方面 SDL状态实测为2541比1 静态对比度天地榜排名第10名 SDL状态2363比1 SDL对比度天地榜排名第16名 亮度均匀度方面 在输工的百点测量下 最大差距为22.19% 亮度均匀度天地榜排名倒数第一 最后响应时间方面 通过仪器测设 最快可用灰阶为8.19毫秒 灰阶响应速度天地榜排名第171名 运动响应时间方面 在120Hz的刷新率下 BT为11.14毫秒 运动轻度天地榜排名第82名 按照惯例 我们先对它进行一个优趣点的总结 我们先从优点开始来讲起 1.大的LGDisplay最新一代的 IPS Black增强性面板 刷新率从60Hz提升到了流畅的120Hz 同时接近四边等边的BM区 超高屏占比 面板自带硬件低蓝光背光 简直视觉享受 2.实际测试2500比1的对比度 相比传统IPS黑厂要更加的纯净 3.优秀的色域覆盖和射准 SRGB最大色差也仅为2.01 表现优秀 4.SDR调校出色 高光和暗部细节还原精准 在实际的观测中 黑厂画面不会被分区过度点亮 分区空光的策略条件非常优秀 5.超豪华的接口配置 雷电4加140W的超高供电规格 夸张的USB数量 弹出式接口设计 整体表现非常优秀 接着我们来说下缺点 1.亮度均匀度过差 作为设计显示器 居然有100L的亮度差值 2.自价相比于上一代 稳定性变差了 3.虽然SDR高频为PWM调光 但我们认为这可以优化为DC 好了各位 以上就是我们关于戴尔U2725QE的 全部的测试报告 如果大家觉得我们视频做的还可以 希望你能帮我们点赞转发 甚至订阅我们频道 那么下期再见 拜拜